大家好,我是Dan 前一阵子有网友爆料自己在学生时期被演员Namjok霸凌的事情 当时Namjok的经纪公司在爆料不到几小时就发表声明 一切都不是事实,会对爆料者采取强烈的法律制裁 但是在声明提高没过几天 又出现了另外一位受害者以及家长也在网上非常具体的爆料 被Namjok霸凌的事情 虽然这次公司也是声明不是事实 但是跟对第一位受害者的回应不一样 只是反复不是事实并没有提到提高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当初第一位爆料者一开始爆料Namjok霸凌自己了6年 但是在公司的提高声明之后就改口说了 这是朋友遭到的事情 欺负我的人不是Namjok 自己被霸凌也不是6年而是2年 推翻了自己的爆料 但是第二位爆料者的内容却是非常详细 自己拒绝Namjok拜托的事情就会被命令与别人对打 Namjok与他的同档会在教室的一边围成圆圈 在那里面我需要与不愿意的对方打仗 然后Namjok用我的手机擅自买了好几万的游戏与装备 除此之外也主张了被排挤被骂被打的事情 因为在第一次爆料出现的时候 经济公司马上就回复会进行强烈的法律制裁 但是在第二位爆料者出现之后 却没有说出要提高的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认为 第二位爆料者的爆料内容非常具体 所以经济公司不敢随便提高 而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这次的霸凌爆料期间 经济公司没有向受害者们确认事实关系 也就是说公司只听了Namjok用一方的话就发表立场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这公司好厉害啊 这是校园霸凌怎么可以都不确认就提高呢 这不就是想要蛮力压下去 是有多小看受害者的话会这样呢 用提高来威胁真的像流氓一样 看到经济公司说会采取强力法律行动后 又有另外一位受害者以及父母站出来了 真的是无辜的吗 都到了这种地步 还什么中立不中立 这根本就是对受害者的二次加害 我们应该要催经济公司赶紧发表立场 而不是强迫大家中立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如果本人真的问心无愧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确认吧 这个还是必须要先站中立看看吧 对于Namjok的霸凌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昨天29号凌晨 i9的官方抖音账号被骇客盗号 删掉了目前为止所有i9的影片 并在咨询栏标注自己是住在德国的加姆 而这位骇客的傻眼行为没有到此结束 因为粉丝留言 不管你是谁 拜托能归还账号 这里是其中一个唯一可以追忆他们的空间 而骇客在自己的另外一个SNS账号留言 我要归还账号吗 根本就是在愁弄粉丝们 哎 怎么可以东升下的回忆呢 真的很会还上传要不要归还账号 根本就是想用这个来得到关注 哎 怎么办 希望有人都已经下载了 啊 疯子家伙 还我的回忆 这个空间的影片 对i9的粉丝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回忆 希望他能高兴一下后赶紧归还 下个消息是 昨天一家公司公开了 ESID汉尼与知名精神科医生的恋爱 而经纪公司也火速承认了 两个人已经维持两年的恋爱了 虽然大部分的网友们都是在祝福 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吐槽 两个人的年龄差 这个医生是40岁 两人相差10岁 虽然知道是两个人喜欢才见面 但是男的已经超过了适合结婚的年龄 总觉得Honey很可惜 想到是艺人的话 这年龄也不算是什么 然后这男的其实挺有魅力的 我真心觉得 一看到艺人恋爱 就像问年龄差的人很奇怪 为什么要那样呢 总结一下就是 Honey要幸福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听到语其长得像舒华后的舒华反应 语其反应怎么这么像韩国人 啊 舒华跟语其都太好笑了 舒华性格这么随和 但是对自己的外貌又有自信的样子 又好笑又可爱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这里我们下 这里我们下 就到这里我们下 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 这期表情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i know you i know you